上星期五下午中聯辦發了一篇新聞稿 題為所謂中央干預香港內部事務 是對基本法的故意曲解 本來這件事跟我們辯論財政預算案 沒什麼直接關係 但好壞不壞它裡面就說到 有反對派議員對傳媒聲稱 不排除在立法會否決第二輪政府防疫基金 正如社會人士所言 所有反對派這種為一己政治私利 致香港市民人身安全和民生福祉 於不顧的惡劣行徑 已經隱無可忍 當時我就不是想著 我投這個防疫基金的贊成還是反對票 我就是想著今個星期開始我們審議財政預算案 主席你都知道 我今年第八年是審議財政預算案了 過去七年都是投反對票的 是理直氣壯 甚至在未修改議事規則之前 千夫所指說 我們拉布 令到政府陷於財政懸崖邊緣 我們也一樣是無畏無懼的 對傳媒聲稱 我現在站在這裏 大大聲聲光明正大話給 所有人知道 今年這一份財政預算案我都是會投反對票的 是理直氣壯 剛才楊岳橋議員發言 就要拿一本基本法出來 就讀那條五十條 就說立法會拒絕通過政府提出的財政預算案 經協商刑不能取得一致意見 行政長官可解散立法會 那他就說 既然基本法裡面寫了 行政長官可以因為立法會是 不通過份財政預算案 而解散立法會 即是說議員是有權投反對票 這個真是不知道什麼世界 香港都不知道變成怎樣主席 我們眼前有贊成反對棄權三個制 當日都有議員問鄭若驊 司長在這個財委會 如果我們有沒有權反對這個抗疫防疫基金 那鄭若驊都說 議員是有權投贊成反對或者棄權的 即是他不會直接說我們可以反對 這個是沒有原念的 但是真是今時不和我網友的各位觀眾 我都算是屬基本法的人 每天拿著的 自己買的 整百元本的 我發現基本法第七十三條 今天我都不敢說 我是可以完全掌握基本法的解釋 因為不是我們解釋的 是港澳辦中聯辦解釋的 基本法第七十三條這樣寫的 第七十三條他會議 香港特別行政區立法會行使下列職權 第二就是根據政府的提案審核 通過財政預算案 主席我真的有點害怕 他那裏真的寫通過的 我們的職權 沒有說反對的 是英文都是說 Approve的 過去相安無事的時候當然是 拉布又可以 反對又可以 支持又可以 什麼都可以 是不是 今時今日 會不會 我一人一人投反對票 你說我違反《基本法》七十三條會議 因為《基本法》七十三條會議 說我們要通過這個財政預算案 就是解釋權在你手上 你為什麼也可以 但是我會繼續去投反對票 過去我就要呼籲其他民主派投反對票 因為他們有些可能沒有我們 就是這麼果斷這麼決絕 覺得 譬如今年的財政預算案 這樣都有 全民回水一萬 萬必你也爭取了很多年 全民回水 今次終於被你爭取了 不是這樣也反對 有些議員可能起初的時候 都會有這個原念 因為一份財政預算 你說它怎麼壞 它怎麼都有些事情 是會益到市民 令到一部分的市民受惠 但是呢 就算當初有這個想法的議員 就算不贊成都很難反對的議員 現在都改變了 他們去問市民 喂 這份財政預算案裡面有回水一萬 香港人受惠 你們覺得我們應該贊成 反對還是棄權 竟然得出的結果呢 是在我們抗爭陣營的市民裡面 絕大部分 90%以上 都覺得我們應該這次 是否決這份財政預算案 甚至乎有些人說 即使是拿不到那一萬元 都在所不計 所以今時今日 是沒有原念 沒有人可以恐嚇到我們 大家找回臨時撥款的紀錄 過去臨時撥款 就沒有什麼人發言的 也都不是全體民主派那裡反對票 但是今年的臨時撥款議案 已經看到 我們是團結一致反對 當然上次上來臨時撥款議案的 前局長 劉兒祥都已經拜拜了 他都過不了 等不及那份財政預算案的通過了 主席 我們反對這份財政預算案 有幾大的原因 第一個 由第一天我開始講的了 這份財政預算案 是一份擴充軍備和兵力的財政預算案 警隊撥款 今次是創這個歷史新高 是 比上一年 增加了四分之一 在這個時勢 竟然是給警隊那麼多錢 去擴兵軍備去增兵力 我在特別財會的時候問警務處長威 你請多二千多人 你請不請到啊 你警校有沒有位訓練到啊 一概是不回答的 當然針對警隊的詳細 討論我們在 全體委員會階段會慢慢講 第二樣反對的原因 就是這個回水一萬 不要以為有錢派你就大了 有錢派香港市民就要吵反應 就算當這一筆是及時雨 是應急前 為什麼派得這麼慢 令到市民要等這麼久 才能夠等到這個回水 建制派議員都由第一天開始去問 我記得陳克勤議員 現在只有他和我在 現在在立法會的議事堂 都曾經要求過 可不可以這個回水一萬 這塊錢 不要捆綁財政預算案 抽出來 好像在財委會 好像通過那些抗疫防疫基金這樣 就可以早些拿到錢 早些拿到錢 就可以早些去到市民的手上 什麼叫急市民所急 我們去審這個抗疫防疫基金的時候 就說禮拜五萬過不了 有罪 禮拜六招過都已經慢了 遲了一就 遲了一天 就有人倒閉 甚至有人跳樓 講到這樣的 那這一萬元 為什麼要拖到七月八月才可以給到香港市民 這個到今天 這個政府都是解釋不到的 建制派都看不過眼 不過建制派 聽到陳茂波說 已經是最快的了 其實你們五月過六月過份財政預算案 我都是七月自派 表八月最快才能給到錢 接著他就收了一聲 其實今次這份財政預算案 就算是有回水有所謂派錢 都是為了中共和港共政權在過去的日子 施政的連番失誤 是香港市民埋單 大家知道這份財政預算案 我說是一份抗軍打壓市民的預算案 香港其實特別行政區 就沒有自己的軍隊 但是就有大量警察 來執行港共的政治任務 今年的財政預算案赤字 在一份預算案裡面說是一千三百億 當然它是未計抗疫防疫基金那兩輪的錢的 當局沒有顯著增加到社會福利 衛生和教育的經常性開支 但是就大幅增加警隊開支 更加將警察的編制大幅增加二千多人 香港警察在去年六月反送中運動開始 到今天 所犯的罪行慶祝難輸 621無理鎮壓和平示威 721任由鄉黑白衣人攻擊無辜市民 831太子陣無差別襲擊市民 10月11月亂開槍打傷學生 11月更試圖攻入中大圍攻理大造成人道災難 疫情期間 又濫權 濫用這個限聚令和停業令 去濫高流難市民 在抗疫期間是添煩添亂 警隊其實請人是越來越難的 我們看過一些數字 在特別財委會那裡申請的人數 和他希望請到和他真實請到的人數 那個差距也越來越大 在現在的情況之下 二千多要請二千多個人 到底請不請到 我當天問財政司司長陳茂波 我是不是亂簽支票給他 他說要兵要槍要槍要人要人 他說要多少 你就給多少 六架裝甲車七千五百萬 其實不止 你拿一個財政預算案的數來看 是很可怕 他還有那些叫做機器的開支 都比去年的財政預算案 是升了整倍的 找到了 小型機器 車輛及設備的整體撥款開支 去年是一億四千萬 今年是兩億九千萬 什麼叫小型機器呢 就是殺人武器 就是鎮壓香港抗爭者 打壓香港人 要我們簽這張支票 去給警察 去打香港人 香港人當然不打香港人 當然不會支持 另一個我要講的就是 講這個全民回水 真是舉世有錢派 是派得這麼差的 其實各地政府在疫情之下 都有這些所謂制民的措施 沒有一個國家會是捆綁那份財政預算案才做的 就算你建制派這麼討厭特朗普 這麼討厭美國政府 美國政府是怎樣的 3月中去宣佈全民派錢 跟著國會通過議案 現在已經收到錢了 特朗普簽張支票 寄給每一個人 我們的財政預算是多少號發布的 2月26號主席 2月26號發布 最快半年之後要收到錢了 全世界沒有看到是這樣的 有多難啊 又不用篩選又不用審查 18歲以上永久居民就可以得到 簽張支票有多難啊 寄幾百萬封信 我們選舉啊 每個區十幾個候選人啊 要寄幾封信啊 選舉事務處要寄幾封信啊 選舉通知書啊 那都是幾個禮拜之內就做到啦 為什麼又說什麼申請 又說什麼壞事又跟銀行談這樣 就算啊 你用個選民登記策來寄啊 都行啊 就鼓勵人做選民啊 有做選民就快點 沒有做選民慢點 起碼 令到有需要的人可以拿到 剛才李慧琼說 拿開那些社會保障的人 你可不可以按個按鈕 在下個月出中援 出長者生活津貼的時候 給他先啊 不行 不想 不認理 為什麼不可以抽出來 在特別財會通過 兩個原因 一是 你就是不想幫 不是真心想幫人的 林鄭月娥本來那些這麼喜歡認爛的 她應該自己出來拿著一份東西 然後抽出來 叫我們裁會 優善處理過了她 立刻人人受惠 但是她沒有這樣做 另一個原因 就是政府一貫的伎倆 捆綁財政預算案 之後財政預算案 如果我們遲一個禮拜 兩個禮拜通過 就用來攻擊我們 就是說 全民直接回水回水一晚 都阻擋 你們這些建制派 民主派有沒有人性 接著可能再配合中聯辦 港澳辦 再又出更加強硬的聲明 但是無論怎樣都好 我也是反對這份財政預算案